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大海之中 他曾经绝望地呼吸 如果我们是要死的 就不如让我们去痛快快死 冰天雪地里 他们挣扎求生 很冷 找工作很难找 两三个月就找不到 他们靠着神的引领和祝福 走上光明的人生路 单一倚靠神 神又会很为我们安排 没有神的音点 我们都不知道 可不可以走到现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法兰西 苏格兰 和爱尔兰移民 这里的居民来自最少80个不同的国家 使用大约35种不同的语言 这个地方的冬天非常寒冷 一年有接近四个月被冰雪覆盖 一月份的平均气温 只有摄氏零下10.4度 而历史上有记录的最低温度 就是摄氏零下37.8度 在一个满天风雪的冬天 越南难民刘光明一家千辛万苦 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 由越南来到蒙特利尔 展开他们人生的新一业 下机的时候 看到满地都是雪 弟弟很高兴 我们也很兴奋 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们梦想的国家 在美丽的冰雪景色带来的兴奋过后 他们马上就要适应和抵御 在越南从来未经历过的严寒 也要面对生活上种种难题 对于刚刚抵捕的刘光明一家来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来到真的不是很适应 很冷 没试过这么冷 我那个小女儿 去男人营那时就生了去 去七个多月而已 一站着听巴士 常常哭 都不知道哭什么 又不是肚饿 又不是什么 她又不懂得说话 还没哭都不知道哭什么 之后才知道 原来可能太冷 她手可能疲惫 冷过头 哭 所有来到真的很困难 大女儿五岁 大二女儿三岁 小的只有七个月 当然我太太不可以去做事 要在那里看着她 只有我一个去做 那时刚刚好像经济很低迷 找工作很难找 整天都到处坐车 躲巴士 看到工厂 我走又去问 她问了很多家都没有 她问了很多家都没有 你回来等电话 都知道没有电话来的 都找了两三个月了 找不到 后来都在我们一条街 有一个热南人 她在一间鞋厂做 她在鞋厂需要人 带了我进去 刘光明终于找到工作 基本的生活需要 暂时得到舒缓 一年之后 当女儿大一点 太太陈彦春 亦可以出外工作 她们的生活 出现了新的调整和适应 在燕南我现在 厅房都没有进去 因为燕南多数都是 女人在厅房工作 我根本都没有进去厅房 来到加拿大 两夫妇都要去上班 那就要学做事 学做事 上班真的很惨 最小的房子 在附近她又不收 她说太小 是收过大 小的房子又要拿去另一个机 要转两个地方 又去很远 坐一轮地铁 转两轮巴士 之后我还要坐巴士 返回工厂 那时两岁 穿的东西又厚 又走 小小小 走 跌上跌下 我一直拉着去走 那时很惨 都熬了很多年 刘光明夫妇一起努力克服困难 生活虽然辛苦 但回想过去 刘光明和太太仍然可以笑容满面 在人生路上并不孤单 是因为他们有一位可以倚靠的真神 耶稣基督 成为他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一直带领和保守着他们 他从越南出来 出来之后 立即回礼拜堂 很快很投入 参加团契 他一家一大小都一起回 直到今天 几代都顺着 真是很难得的事 找功 又是神的安排 是给我一份这样的功 我们自己去找来 找去都找不到 我的祈祷 神就会为我们安排 这些就给我们看到 神的信实 这位神真的很真实 很坚固我们 来到虽然是找功 难少之后始终都找到 但找到一份功 做到现在 这些其实都是靠神的恩典 其实我什么都不懂 话又不懂很多 英文又懂少少 法文又更加懂少少 虽然他不是有什么技能 不是我们所说的 professional 但神都眷顾他两夫妇 都有工作 一路的工作 栽培三个女儿 我觉得真的不简单 而三个女儿 又是我们中国人说 那么成才 我觉得当中 就是看见 当他肯以靠神的时候 神又如何祝福他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要是这些孩子 讀诗 不知怎样 我们又不懂英文 又不懂泛文 根本没有可能教到他们 是神给他们的恩典 是他们自己学 自己努力 才能得到他们 我们完全没有帮他们 他们真的很辛苦去做工作 但神给他的祝福 是多于他所想所求 他家生活安定 弟弟长大有健康 找到工作 能够买屋 他们这对夫妇 走这条路的时候 经历到神真的祝福他们 我就觉得他们的信心 是很强 虽然他回的工作 都要求他很多 和很疲倦 但他没有间断回礼拜堂 他有一段时间 因为要照顾他的孙子 回不了团契 他非常之好像很不开心 但一有机会 他就会回礼拜堂 崇拜和团契 刘光明因为全心已靠神 所以他一家 在蒙特利尔的移民生活 越过越轻松 人生路越走越光明 不过神并不是单单 在他来到蒙特利尔的时候 才赐福给他 早在越南的时候 神已经一直保守引领着他 我出生日在越南提岸 我父母也是十多岁 在中国过越南 所以我们也是在一个窮苦的家庭生活 读研诗之后 就去学做电器 帮我们修理电灯 安装电灯 二十岁就要我们当军 很幸运 在我的军营也不用做什么 要是在里面修理电器 所以这些是神的恩典特别给我的 不用出仗 有时日后就出去帮人教电灯 我有一个朋友 在美军俱乐部做头 日后我就在里面军部 晚上我出来帮他们卖酒 他们是军人 其实是军人 不过晚上是做兼职 在酒吧里面混合酒 我又是做那部门 在那里关掉 我帮他们拍拖很久 只有五年 我妈说不行 你们走了这么久 五年多了 不结婚怎么办 快点结婚 妈妈叫结婚就结婚 我说好 陈彦春的妈妈 要她和刘光明结婚 刚刚信主的她 很坚决地向刘光明提出一个条件 我先说明 我说结婚可以 但我不拜你的神 因为我是基督徒 她说 妈妈没问题 她的亲戚说不行 祖先你也不拜我 我祖先也不拜 你想拜什么 你拜但我不能拜 我就不可以拜 好吧 陈彦春嫁给刘光明之后 她不但要坚持自己的信仰 而且坚持要带女儿回教会 有了两个女儿 我又给小孩干净 我每天去教堂 两个小孩都有去教堂 刘光明当兵 不但不需要上战场打仗 还可以去做兼职 也因为这个机会 她认识了现时的太太 一起来组织家庭 她的人生似乎挺美满 不过因为越南时局的转变 她只有选择离开 找寻另一条新的人生跑道 刚刚我们结婚一年 我们可以回家 我们不用当军 当时我们的电器 没得做 哪边有人建屋 哪边有人装修 没得做 就是那边搵食艰难 基于经济 和我们军人的原因 我们要走 那时也是有点害怕 因为很危险 因为有时被捉回来 要坐牢 又很害怕被捉到 逃亡的道路虽然危险 但是为了寻求新的生活 刘光明夫妇决定要冒险一事 我们走 她的船子不是在我们本地烟南 而是在柬埔寨那边 我们要由烟南去到近日柬埔寨的地方 逗留一晚 晚上就带我们走路过去 我们要叉这些田囊 叉泥坊 这些泥坊到大腿上 这样一路走 幸好我有两个朋友 我抱着一个女儿 我朋友帮我图号 抱着一个女儿 因为我太太还在坏人 刘光明先走 我走最后一个 那天带我 走很快 我叫她 我看不到你 天黑默默没有灯 你等我 你等我 我真的看不到她 走进去泥坊 在那田里面 走到泥坊这么高 那时候 多辛苦 走又害怕 又不可以被人见到 又不可以说话 又见到别人会捉 由金边那里 又住平民的屋 亦都买通了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一直都 几个星期都没有船 我们一直在那里等 到有船那天 我们就去 刚刚走 都未到公海 已经有几架公安的船 来追我们 握船的害怕 开航的马力也要走 走到出公海之后 船就坏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能走 所以我们在海中一直漂流 船上又没有水 又没有食物 我坐船暈 一落船我就暈 就躺在那里 不能动 当时我又带我妹妹去 我有个妹妹 劉甘明照顾她的孩子 太渴得 很多孩子渴得 拿海水 拿一块布 拿海水滴滴滴滴 那些水凍 喝得很好咸 飘流了三天两夜 我当时 每个人都很疲 忐忑在那里 又没有食 又没有经常被晒 在那里曬 很辛苦 我又不相信神 还只是向自己 以前家所信的神 来祈求 一直都是這樣祈求 但看到沒有什麼聲氣我們得救 沒有人來救 最後一次 雖然我是未信 但我知道有耶穌在 我單單是祈求耶穌來打救我們 我自己曾經說過 如果我們那條命到這裡為止是要死的 就不如讓我們去痛快死了好些 好過在海上又日曬二淋又沒有水喝 如果我們是命不該節 就求你派船或者什麼方法來打救我們 我就是這樣祈禱 神好好恩待 祈禱之後差不多一個兩小時 看到遠遠有一艘很大的船 我們看到它 就立刻又在這裡 握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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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們去支援我們 又點火 就給他們支援我們 最後祈禱到我們 最後祈禱到我們 走來我們 走來我們 在絕望之中 劉光明向耶穌祈禱 神就誰聽她的討告 將她從死亡邊緣 拯救出來 那艘船在遠遠 問她 你想我們救你嗎 你有什麼 有沒有金 有些 她說好 你說多少 她就叫你加這麼多給她 有多少錢 她告訴她 有多少錢 有些人不肯拿出來 有些人拿出來 有些人拿出來 那時候我只有一隻戒指 戴在手上 定分戒指都給她 這樣說 行了 可以了 我可以救你們 但是青年不准上來 青年就在舊船上 那些婦女小孩就過了 我們過了去 她用繩拖我們船走 誰知道走走下 那艘船都不行 就裂開了 她就迫致了 所有青年都給上船 當我們上船後 狂風大意 打到那艘大船 都噴噴噴噴噴聲 如果我們不是 在當時能夠上到這艘船 相信全部都是給了沙耳吃 這些都是神 聽我們的討告 雖然我還未相信她 救我們那艘船是泰國船 泰國政府有個命令 不讓船救難民 所以她就臨近一個島 她就丟下我們 她就打電話去海軍說 她看到有一批人在那裡 她不敢說是她救的 你們下來了之後 你沒有報我們 沒有形容我們 我們的樣子是怎樣 什麼什麼 你說不知道 黑蒙蒙 遇上來接我們便可以 就這樣說 但有多好 又沒有偷、找你的東西 後來由泰國海軍 來接我們回去 去到泰國南文營的時候 她因為有新紀 就留下我們在南文營 到小孩出世了 她才讓我們來 那時候已經在泰國逗留了十個月 神在海上拯救了絕望當中的劉光明 讓她平安到達泰國南文營 神的幫助並沒有因此而結束 而且繼續帶領她 讓她的信心一步步加強 在南文營裡面 有一個是西人牧師來的 但她在營南傳道 懂得說營南話的 很厲害 屬於基督教 就在那間裡面的責任 就開始聚會 因為自己曾經都是因為祈禱 而是得救 所以認為是真是有這個神 其實我的信心不太大 最主要就是想利用 這個教會的途徑出國 所以就可以參加聚會 來到滿地河 因為我太太認識簡牧師 當簡牧師知道我們來到這裡 他就找弟兄帶我們回去教會 又來探望我們 我們又上紙一學 又崇拜 一直聽牧師所說的東西 一直接觸弟兄姊妹 接觸聖經 令我們的信仰有改變 能夠肯定了那個信仰 當他信了接受主的時候 他體會到真是神的恩典 你想想在那個大海茫茫當中 你仍然能夠生存 實在是神的恩典 因為那十禮拜堂 需要跟教會弟兄姊妹 是貸款 我知道他們其實兩個人 做工有三個很小的弟兄哥 結果他們借出來的錢是很多的 我們是他身邊的朋友 在金錢上面 在經濟上面 或者在學問上面 是比他們更高 但其實是慘愧的 因為他們所得到神的恩典 是真的很大 他們是很信靠信服 他又一直開放他自己的家庭 讓我們可以在當中 有一個祈禱會 這個家庭的祈禱會 沒有停過前後二十四年 我很欣賞他可以 這麼長的時間都拿出來 是服侍主 神的愛不僅改變了 劉光明的生活 亦都改變了他的性格 在神的愛裡 從此不再憂慮 不再懼怕 我以前很多事情都放不下 有些事情想來想去 都常常想著他 睡覺也不太好睡 但後來 在神的信心加強之後 我們覺得一切都是神掌管 我們憂慮這麼多事情 都是我們徒勞 憂慮都憂慮不了 正如聖經說 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我們今天做就好 所以給我們改變了 我們不用故事想這件 故事想那件 總之單一倚靠神 神又會好為我們安排 神又會好為我們安排 明天都必時 發變世界會終結 為福祢 永會永生永不改變 耶穌你是分我 是祢主在今天 明天將關於祢手裡 神是不單止保守我們 亦是保守我們的兒女 他們一直慢慢長大 亦是致福給他們 各個都讀完大學 各個都做到有專業的技能 我經常都怕他們 不記得這些神的恩典 所以經常都提醒他們 上次訪問 他們中文不懂 所以我就特地找大兄姐妹 來翻譯 用英文 給他們每人 一份留在家裡都提醒 他們告訴我的故事 因為我沒有記憶 因為我沒有記憶 它感覺像是別人 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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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父母 但父母想要我 重新翻譯 給我們寫 他的意思是 他的意思是 我們知道 什麼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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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 生在 Canada 而不是 Vietnam 而不是 他們所感到分為 他們所感到的 真正的 祂 所以之後 他們一天 完全改變 父母 他 祂 人們說 幸福 很幸運。我們幸運這件事沒有發生在船上,我們幸運這件事不被派遣, 但我父親沒有說話,我們祝福了,神保護我們直到這裡。 神一直帶領,由我們到加勒大到現在,看到我們一步一步地帶領 沒有神的陰點,我們也不知道能否走到現在。 在生活上一路一路,看到神很大的祝福給我們, 由一個很艱難的環境當中,神一路一路地幫助, 使我們在生活上一路一路地慢慢來改變,這些實在是神的恩典。 劉光明的名字是光明,他曾經做過電燈安裝工人, 將光明帶入人的家。他的光明人生路,是從接受耶穌的救恩開始。 他相信耶穌之後,經歷到耶穌在他整個生命當中的帶領, 無論工作、家庭和兒女,都在神的恩典和保守當中。 朋友,你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生命的救主, 讓祂帶領你行走一條光明的人生路嗎? 請你立刻致電《恩與生命熱線》,或者登上《恩與之聲》的網頁和我們聯絡。 願神致電《恩與之聲》, 願神致福你。 신분 그때ас天高必時, 幻滑我們世界會終點, 唯獨你, 永會永生永不改變。 耶穌你斯盼望, 是你主在今天, 另一將盼於你手裡。 明天